上海市政协第13届一次会议 今天下午举行大会发言 15位政协委员先后发言 市委书记李强出席会议 认真听取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 李强说 人民政协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 治理优势 渠道优势 希望各位政协委员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围绕全市工作大局 深入调查研究 发挥优势特长 积极建言宪策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傅军委员提出 张江科学城要在将孵化项目 培育壮大成为新的产业集群方面 进一步聚焦发力 建议建设以国家科学中心 及国家实验室为核心的 创新生态体系 同时瞄准新兴行业领袖 打造人工智能创新性高地 抢占先级 张江以培育 孵化 人工智能领域独角兽企业为目标 争取市区两极政策及资源的聚焦 建立独角兽总资企业的发现 培育以及跟踪服务的机制 黄敬委员就加快上海乡村振兴建言 提出要聚焦保留村保护村 重塑乡村吸引力 同时简化乡村建设审批 江海涛委员则关注到了 当前快递员送餐员等新型就业群体大量涌现 劳动关系较为模糊 权益难以保障的问题 他建议及时开展新型就业群体专题调查研究 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强化劳动合同管理 二是针对互联网经济 平台经济关联企业用工次序混乱的问题 以相关行业协会为平台 研究制定行业自律规范 此外 黄永平委员就推进科创中心建设 杨成长委员就探索自贸港建设 卢力军委员就农业转型升级 陈东小委员就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陈永帝委员就保障城市运行安全 陈飞华委员就加强文化原创等 先后做了发言 李强说 政协委员的发言 紧扣中央和市委要求 着眼上海长远发展 聚焦全市重点工作 提出的意见建议接地气有深度 针对性强 相关部门要深入研究充分采纳 李强就大家关心的问题逐一做了回应 并进行了坦诚交流 李强指出 已经全面部署的工作 要着力抓落实 抓推进 抓突破 自贸实验区要持续深化制度创新 积极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科创中心建设 要集聚更多一流大科学设施 高水平研发机构 强化科技成果转化 发现培育一批成长性好的高科技企业 优化营商环境 要深化放管府改革 要认真推进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行动方案的落实 李强指出 有些重要工作已经开展 近期还将进行深化部署 加大推进力度 要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 加强地铁消防等方面安全风险管控 要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 更加重视细节 强化标准管理 科技支撑 要认真研究解决超大城市生活垃圾问题 坚持源头减量 全城分类 末端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 李强强调 对事关长远发展的工作 要面向未来 面向全球 深入开展专题研究 要着眼构筑上海的战略优势 努力打响上海服务 上海制造 上海购物 上海文化四大品牌 要着眼创造高品质生活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提高教育 医疗 养老等 公共服务攻击水平 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做好郊区发展这篇大文章 让郊区百姓 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市委副书记尹鸿出席会议 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主席团 常务主席董云虎主持 董云虎说 今年是十三届市政协起步之年 希望各位委员围绕本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和关系群众利益的实际问题 多尽政言 多谋良策 多出实招 记者丁元祺 邱旭黎 葛肖兰报道